从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来看 从重点区域、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结果分析来看 此次聚集性疫情与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高度关联 目前对新冠病毒的变异传播等规律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 境外疫情也仍在蔓延 首都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首都疫情防控的长期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